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5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最终是下跌了190点 来到了12666点的一个位置 是再度呈现了一个大跌的走势 那昨天是因为香港在传出了 包括港币可能被人民币去做取代 以及这个香港的特区地位 可能会变成直辖市这样的一个冲击 但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利空去做产生 这个是在今天早上有媒体去报道 台积电在昨天发了一个内部的 这种所谓的内部邮件 那当中其实谈到了一个重点 这个我们稍后的讯息里面再来跟大家谈 不过整体来讲 因为台积电呈现大跌的一个关系 所以最终的一个行情是再度创下 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低 因此这样的一个台北股市 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那以及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投资朋友应该如何来做应对 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会来跟大家做分析的 好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造成台积电的股价再度出现重挫 那基本上呢我们刚刚有谈到 昨天的下午 这个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总裁 他发了一封内部信 那这个内部信其实是有带影音的 不过影片大家是没有看到了 不过整体来讲 他所讲述的内容 大概谈到就是说过去这三年 大家很辛苦 那台积电的表现也很好 但是接下来会鼓励大家 除了那个三奈米 以及三奈米以下的负责研发的一个人员 没有得休假之外 那其他的员工 他是鼓励能够多休假 因此这个讯息传出来之后 当然市场就会认为说 哇那台积电的成长力道 会不会呈现大幅度的衰退 那实际上在10月中旬的 法说会的时候 当时其实就有谈到 就是资本支出会呈现下修 那整体来讲 当然梦程度上面而言 他也反映了 接下来的一个成长力道 可能没有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强势 但问如何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股价是进一步呈现了一个 上下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以目前的一个价格来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行情 目前的一个价格 其实已经来到了 这个波段以来的 最低点的一个位置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 不知道为什么 跳不出来 没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当然对于台积电的股价 如果表现比较走弱的话 的确对于整体的台北股市 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但是我必须要讲 事实上来到这个位阶之后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现阶段的一个台北股市 我说真的 它的确是有一点那种 超跌的一个味道存在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实际上在今天早上 当时大家起来的时候 可能看到美国股市 是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实际上美股 它已经不是从最低点 开始去做谈升了 事实上你从这一波的一个 看你可以看到 包括了道琼工业指数 它已经回到了 这个季线以上的一个位置 那纳斯达克指数 它其实也来到了 月均线以上的一个价格 因此现阶段 台北股市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 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南韩 其实也都回到了 月均线以上的一个价位 但是我们现阶段 我们跟月均线 如果说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来看 是落在13313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的指数是12666点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跟月均线的一个距离 大概还有 加6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的时候 那的确 现阶段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是有一点 比国际股市表现来的弱势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 有台积电的因素 有台海 相对来讲 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的一个因素 在里面 但的确如果你单纯 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台北股市现在是比 全球的一个股市表现比较弱势的时候 当然不能够说他一定能够立刻去做止跌 但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行情来到了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阶的时候 基本上我觉得投资朋友还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后面是不是能够出现所谓的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当然今天有很多的股票 莫名其妙就打到跌停板 包括了像是5871的中猪 包括了像是3023的信邦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在基本面上面 相对表现其实一直以来 表现都很强势的一个股票 那台积电的创下波段新低 或者说是这些比较值优的个股 他出现了打到跌停板的一个位置 那会不会是短线上面有一点超跌 然后有出现跌升反弹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也是投资朋友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当然今天的一个下跌最主要 是因为台积电鼓励员工休息的一个关系 不过整体来说 美国股市已经回到了月均线以上 那现阶段其实如果你从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外资大概卖超了100亿元左右 说真的以今天的一个跌点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卖超幅度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大 而且大概可以预期一件事情就是 其中应该有大概至少三成到四成以上的一个金额 他是放在这个短线的一个卖超上面 所以我觉得说短线上面 应该这样子讲了 台北股市它已经有比国际股市稍稍比较落后 那国际股市都出现了跌升反弹行情的状况之下 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做凹单或怎么样 只是说来到这个位阶之后 我是觉得持股的一个操作上面 就不用急着再去做一个杀低持股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等到有反弹的时候 再来去做一些太弱流强的一个表现 因此当然每档个股的一个股价走势可能不全然相同 但是我们还是会告诉各位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要以法人有比较买超的 然后现阶段技术形态表现比较强势的 这一些个股去做续报 等到反弹的时候去做调整 我觉得会是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重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过去我们带大家所进场的一些个股 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挑选 所以虽然说今天股价其实都呈现下跌了 那我们也不是要去凹这个单 而是我认为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位阶当中 应该可以等比较好的价格谈起来的时候 再去做调整 至少我们可以有看到 法人当初买超的那个成本价区之上 我觉得那个才会是比较好调节的一个时间点 来讲 例如说像是6205的一个全新 当然今天的一个股价是有回测到月均线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是跌了5.01% 所以这个明天就不能够融卷去做空单进场了 对不对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因为到目前为止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昨天最主要的一个卖超来源是来自于外资 对不对 那外资的一个卖超卖了1000多张 但整体来讲他们的一个总持股大概就是在几张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预期就是说当然股价的一个波动幅度比较大了 两天的时间 从原本最高的时候是894 然后杀回来到这个位置 今天是796 大概差了10块钱左右的一个空间 波动幅度的确是稍微比较大一点 但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投信筹码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松动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波段他一共买了6228张 而且是买6228 然后呢卖出零张 他的一个进额是6228张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去卖出任何一张的一个持股 所以我是认为说当然这个其实代表的是投信 对于整体的股价来讲 或者说对于股价的应该说公司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没有去做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个调整 那原则上 我是觉得啦 至少我们可以先稍微等一下 看股价有没有回到这个投信成本以上的一个价格 那时候再来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事实上今天 我们在上来之前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更新到 今天的一个投信买超对不对 那如果再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稍微看一下 投信今天应该 还是站在这个买超的一个方向 只是张数我记得应该不多 大概只有10张左右 但整体来讲 筹码是没有出现任何的松动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包括 9942的冒顺 冒顺的一个股价 其实今天早上 它其实又来到 109块钱的一个价格 那事实上 这个波段 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它最主要就是维持在 100块钱到 110块钱 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去做整理 那今天的股价 有回测到过去大概六天左右时间的一个低点 但基上你从今天早上的一个开盘 它能够开到109块 我想这个其实相对而言 它也代表就是说 它的股价其实还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 如果说从这一段过程当中 当然投信从8月29号买到现在为止 它也是呈现了 我记得应该是有小幅度的调整 应该是买3100 四五十张吧 然后调节了十几张 但整体来说 就是简单持股 沿路向上去做买超 也没有再做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今天的一个股价 当然盘中有稍稍去做一些震荡回测 那离这个月均线 大概还有一点点的一个距离 但整体来说 因为投信的成本是104块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我就觉得说 只要行情的表现不要太过弱势 或者太过疲弱的状况之下 它的一个股价 其实应该会有回到104元以上的一个价格 事实上跟今天的一个价格 大概也就只有1块钱的一个差距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其实大家会发现 我们当时在做个股的一个挑选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以投信买超的中小型个股为主 那你说人气吗 有成交量 但不能讲说是那种最热门的 就是大家可能那种每天几万张的 比如说长荣和花囊 或者说是那种所谓的 ABF载版三雄那一类的一个股票 那最主要其实是有有凡的买超 然后比较偏向量能一般的中小型个股 因为这样的一个个股 它其实才比较容易出现所谓抗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你会发现 除了我们高货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全新 或者说像是茂顺 当然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他们最主要都是以这种所谓的车用相关为主 那当然包括3207的耀顺 基本上它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今天的股价是回测到月均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在连续下跌之后 今天我们的股价才回到月线附近 或者说是有守住回测到月线以上的一个价格 基本上现阶段能够比大盘来的强势 我觉得这个都还是简单讲 就是他们在整个后续行情出现反弹的过程当中 相对而言因为上档的解套卖压比较轻 所以对于股价来讲 相对会比较好向上去做拉抬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终选择 没有在今天去做煞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大概就是从这个方向去做出发了 那从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到目前为止 当然投信也没有做任何持股的一个松动 1150张成本大概是在46块4 所以合理来讲 连续6天的黑K棒之后 接下来其实应该有机会 当然这个都是要搭配整个行情的角度来做观察 然后行情如果说能够开始指稳的话 这些个股当然就会有跌撑反弹条件 那昨天应该这样讲 就是唯一一档有筹码开始做调整的应该是 3545的敦泰 但就敦泰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是连续4天呈现黑K棒 不过整体来讲 昨天的投信是调节了166张 整个波段到目前为止 大概也还有1794张 成本是71.8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 今天也没有去做比较积极的调整 我记得今天应该是小幅度卖超 但应该是个位数 就是不是那种大幅度调节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四档个股 他们其实共同的特色 就是投信有买的中小型个股 然后股价的位阶相对 其实比大盘来的一个强势 那如果说就扣底的角度来看 当然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谈过 基本上到了礼拜五之后 整体的季线会开始出现明显的走平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当时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就是说以现阶段 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个行情来做观察的话 事实上 现阶段的一个台北股市 离越军线 其实我觉得 那个距离是有点拉的有点大了 那说真的你说台海 台海的危机台的风险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升级到 真正那种所谓战事冲突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其实有一点 市场过度去反映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们会选择 原则上股价有跌升反弹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我们还是维持着 有一档空单去做避险 或者说是做 相对来讲 因为这个是当时保证金在 九成应该在九成的时候 那时候去做的一个避险空单 所以整体来讲 当然今天是小跌一毛钱 今天的股价没有跌幅那么大 今天是小跌一毛钱 但整体来说 它的一个情形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个股 大多数的股价都在这个位阶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说你手上的个股 是属于离低点比较近的 或者说是它是有各期的均线 去做盖头反压的一个股票 其实投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续了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其实还是要去寻求 持股的一个调节点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 因此来到这个时间点当中 当然我知道 大家可能会觉得 相对来讲操作比较辛苦了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每股涨 每股跌台股也跌 每股涨台股也跌 然后台积电每天都跟着下跌 对不对 很多人很关心 整个台积电的一个股价 但当时其实我也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基本上对于台积电而言 它的 第一个 它的基本面出现变化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基本面出现变化的时候 有时候股价 其实你有很大幅度的修正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以当时法人的一个筹码角度来看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告诉大家 外资是连续新的一个卖超 从卖超20万张成本在490几块 沿路下修到450几 440几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这个无非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基本上基本面的一个改变 这可能要股价大幅度修正之后 市场才会去发现这件事情 我想现在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范例 就是之前大家都在问说 台积电表现这么强劲 为什么股价会跌人这样子 但今天开始休假了 大家其实大家就知道说 明年大概成长的力道没有来这么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观察筹码 外资也好 投信也好 如果说像投信在这个波段 那他如果是0056的成分股 或者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当然就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说他是属于那种 正常的股票的时候 基本上投信的筹码 如果没有太大松动 然后股价其实也没有跌破 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防守区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先行做续报 但是比较弱势的股票 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投信没有可能还是必须要去做一点调整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 你手上的持股部位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 下午时一起来做操作的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画面下方的服务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0月25号的台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